看得出來國民黨內鬥真的很厲害 那現在藍營的部分 因為看起來罷韓會過關 所以大家想說 要不然看誰要去備戰 江啟成、朱立倫、李四川 那還有人認為說 現在希望朱立倫去 就是因為江啟成想要一逃殺三世 就是先斷了朱立倫 還有韓國瑜跟王金平 他們參選黨主席的可能性 來,瑞德哥你怎麼看 整個中共國民黨全部團結 都不一定能避得開 6月6號韓國瑜被罷免的命運 更何況是搞分裂 為什麼呢 這個新聞一出來 國民黨立刻拆勝成三個不同的派系 為什麼呢 你由韓粉的相關的名代 說出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萬一 萬一韓國瑜被罷免的話 那麼各位要知道 6月6號被罷免 通常一個禮拜公告 6月12號公告好了 那麼你公告以後三個月內必須要補選 那就這個等於說9月12號補選 所以按照規定必須在四個月前 你的副級就在高雄才能夠選高雄市長 所以趁這個5月13號以前 這幾天趕快把戶口牽去 那你才能夠補選嘛 而且補選一定要強棒 所以就有人提出了朱立倫 你提朱立倫根本就是在害朱立倫 為什麼 依朱立倫的這個等於說 他的足跡在政治場上的足跡 他做過頭文官的館長 他做過行政委員的副議長 他做過新北市的市長 他做過國民黨的董主席 他選過總統 結果你現在叫他去高雄市 高雄市現在對不對 現在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 韓國瑜一旦被罷免 國民黨派神仙來都救不了 所以他們這幾個都沒有辦法 那我來不是替死的嗎 那何必叫朱立倫去 替死人 這下去朱立倫如果萬一 得票數很低的話 那朱立倫都要GG 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不要說2024了 所以朱立倫應該不會想要去 可是更生氣的人 是朱立倫的旁邊所有的擁戴者 所以馬上跳出來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馬上就國民黨黨內就有人 提出了更高的高見 為什麼呢 不能這樣子 每次都叫朱立倫 等於說替死啊 為什麼 這個換掉紅袖 就叫朱立倫選總統 什麼什麼都這樣做 那不如主席江啟臣 御駕清爭 你知道嗎 那御駕清爭開什麼玩笑 江啟臣本身的大本營 是在台中 你叫他御駕 你叫他選台中市長 他可能還願意啊 你叫他去選高雄市長 那如果是黨主席 御駕清爭的結果 又聚聚的話 那整個國民黨都要再見 你知道嗎 整個都再見 所以事實上 你馬上造成了 不同的三個派系 包括韓國瑜自己本身 韓國瑜的陣營會怎麼想 票還要倒呢 你就認為我必敗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必敗 你為什麼要把這兩個牆放丟來高雄做犧牲品嘛 所以馬上整個國民黨裡面就亂成一團啊 我打你你攻擊我 然後我剛剛說的團結都不一定能挨得過呢 那麼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剛剛有兩位這個水紅委員跟這個競平兩個人 但算那個投票率不用算啦 不要算啦 對 算 郭國雯 郭國雯在台南麻煩那些選立委對不對 郭國雯的知名度跟韓國瑜這麼穿 對不對 四乘四呢 對啊 余天在三年報算四乘一多呢 這兩位 我說坦白勒 他們是地方型的立法委員嘛 所以你小看人家韓國瑜了嘛 韓國瑜人是什麼叫小 天安地放馬過來 你不會等你耶 你搞清楚耶 他還說什麼 他還說 絕大多數的名嘴是拿黑錢黑韓的嘛 到現在你還不講出一個啊 一個就好嘛 你講一堆人對不對 那你不能不出來講一個嘛 是哪一個 你說嘛 到現在你說不出來 是什麼人嘛 應該有人跟你說嘛 還是什麼嘛 你不說出來 你就輸得偷偷偷啊 你還說不出來嘛 韓國瑜今天拜韓國瑜的人 其實就是他自己 我講真的 你不要這樣消貪 不要這樣看我多高雄人 怎麼會跟你教死嘛 所以不用說算幾包啦 我跟各位說啦 投票 罷免投票 高雄的投票率只要有四成就有GG了啦 我想真的啦 對啦 你看韓粉 1月11號投票過後到現在 每來那種死中支持著那種韓粉 動不動有幾十萬人出來啊 在哪裡 灰燕滅了在哪裡啊 是啊 所以事實上 韓國瑜現在的很多動作 我不太看得清楚 包括他早上 不是又在批評行政院嗎 不然你也以前會批評 比如說上個禮拜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不懂耶 高雄市去年的總預算 去年編的總預算對不對 等下今年啊 1400多億是有史以來最多 也是你自己編的嘛 為什麼 包括統籌分辨款那些400多億 為什麼你不好好的紓困 用在高雄市民身上呢 李四川目前他的戶籍還在新北 這也不可能啊 也不可能啊 也不可能啦 對 根本來不及簽 而且現在是簽太明顯了 五月才早好了 對啊 那五月十三號 老闆咧 老闆 但我的問題是喔 今天副市長 不一定要跟市長是同一個黨籍 但今天是市長 你應該對這個土地 這個城市要有感情嘛 你已經 這個一年多了 我現在戶籍 抱歉啊 我還在新北 那你對高雄人 你不說不氣 越說越氣 你可能才想說 蛤 什麼 你們還要搞個李四川來 然後他的戶籍還在新北 這高雄人真的很嚴很嚴耶 那我覺得 所以他也沒議院 對 他有沒有議院是他的一回事 但是你單任副市長 你對於高雄市 其實你也 心不在焉嘛 你也不在意嘛 要不已經早點簽來了 對 因為我覺得我做副市長 我可以不用入政黨 但是我對於這個城市 我要有承諾 對啦 我對於這個市民 我必須要有期許 我要有承諾 那既然你選擇 還是待在新北市 那是我們屏東小流球的啦 好 這講到李四川 可是我覺得其實 國民黨現在是各環鬼胎啦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 老實講 這個敬平也在這邊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罷免這個程度 那理智上應該要勸韓市長 是好好的去把你的市政去做好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去刺激高雄市民 可是我覺得韓國瑜 跟他的身邊的這些的 所謂的主戰派 其實並不是這麼想耶 包括說去拆看板 那個看板 本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的 你一去拆以後 不但是高雄人注意到了 全國都注意到了 是啊 然後你不去那個 不借這個投開票所 大家覺得說 哪有這麼不公平的事 選你當市長的時候 一千八百多個 現在要罷免你 你竟然越借越少 所以這也是惹怒高雄人 人家只不過去那邊做一下宣傳 你竟然洗地 你或者去拆看板 這個都是第一時間 所以那你要激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以韓國瑜市長來講 他激化的目的是 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假設如果他不看好自己 被罷免以後 我下一步要幹什麼 當然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對啊 那很多市民也會覺得說 這些動作 那你韓市長 你到底在怕什麼呢 不是 感谢观看